來來來,開始開始 市長先請問一下,因為你平面媒體目前做2020最想投的政黨,你們已經超過時代力量成為第三名 但你怎麼看時代力量說你之前質疑他們統獨軸線的問題,他說你們迴避國家主權,反而會成師跟政黨? 聽不懂 他說你持續迴避國家主權 台灣的主體性、台灣的優先性,我們是哪個地方沒有做到 我說奇怪,所以常常是這樣,我們需要的是明治維新,不是義和團 但他認為你應該屬性,因為他還是… 他說是這樣,我就一樣,回答蔡英文的話,也可以回答時代力量 我們過去這段時間,所作所謂是哪一條有違反台灣的主體性、違反台灣的優先性,到底是哪個地方 你知道我是外科醫生,你就講一二三四,具體的事項 不要用那種叫non-specific,非特異性的一個定性的描述 聽不懂,只好看起來就貼標籤而已 你是不是不能接受你的兩岸一家親? 兩岸一家親,第一個它不涉及政治 第二點是這樣,在整個兩岸關係,特別是我從來不認為有單純的兩岸關係 它是在中美對抗的世界大局之下去思考台灣的定位問題 所以我們不會去故意說全部壓一邊 所以兩岸一家親,它只是留下一個詭旋的空間,表達一個情感上的善意 但是對於國防經濟,我們該準備的,這個還是我們要去處理 所以並不是說,我常常是這樣,做時事比較重要 這是我們一貫的從頭到尾一貫的態度 有四成的選民啊,就是會考慮投藍綠以外的,包含的就是包含您的台灣民眾黨 那您覺得最後可以拿到幾下? 就是這樣啦,選舉還是一個說服的過程 每天認真去做事,不要齁 我最近才在思考,我們常常把手段當目的 什麼意思?常常說,我們要取得政權才能夠實踐理想 後來就已經,反正喔,就是把這個取得政權當中至高無上的這個第一優先 那所有的,當然再去合理化他們所有的行為 所以我再回答你的話啦 其實,其實理想跟手段還是要分開 理想是台灣可以變更好 這才是真正的目標 都不是每天在講啊,你會有幾席啊,會幹什麼 我跟你講喔,如果全面執政的,國家更爛,那有什麼用呢? 市長,你昨天提名了八個區域立委,但是就有外界說,這個立委名單沒有亮點,甚至一個都選不上 是這樣啦齁 第一點齁,其實不應當在這個,不需要對地方回答政黨問題 在黨那邊他們還是有發言人會去處理 不過是這樣,我好像每次講說,不管是一日雙塔,還是2014,還是2018,甚至世大運 人運有夢想而偉大 你每次都在講說,我跟你講我當年2014出來選的時候,有人認為柯文哲會選上嗎? 可是有外界質疑說,你黨這邊徵招徐立信,你不想要做落跑市長,可是你要害人家做落跑議員? 這是這樣啦齁,因為那個一個選區,議員還是有八個,這個程度上我們還是有個衡量 議員現在提出的名單裡面,現在都要面臨藍綠的夾沙,會不會擔心民眾黨會泡沫化? 哎呦,我跟你講每天認真做事嘛,還是一樣,那個目標跟手段還是要分開的,不要把手段當作目標 我發現台灣在政黨政治,現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把手段當作目標 你知道嗎?後來就用那個取得政權變成當作目標以後,再去合理化他所有的行為 我覺得這個才是不好的 市長你怎麼看黃國昌嗆那個免約家具,然後監管處包庇? 這個我們其實我們知道,我們今天早上七點半就開始在檢討這個案子,不過是這樣啦,據證查不公開,在全部調查結果還沒出來之前,我們不需要去做太多結論,不過我們大概聽了一下,我們還是有很多問題 這個我們會深自檢討,你知道 市長這個是林業市政黨,那個一千塊的水果又出現了,然後朱全盒說如果你可以解決的話,他要捐五萬塊給民眾黨 這個其實是這樣啦,他會出現這個我們不敢說他百分之百不會出現,不過一出現就會被我們積查、查額還是會處理掉 這常常是這樣啦,有時候是這樣啦,像這種商圈,其實更重要的是要有商圈要自製的能力 當然與市政府的立場是這樣,有出現我們就會去查處,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完全說他不會出現 所以更重要還是要有地方的組織,自製的能力,我想這還是比較重要 有媒體報導說您拒絕跟其他友好的小黨組成一個正傳,是因為擔心2024的這個總統的推薦門票要算誰的,這個部分您怎麼回答? 就是這樣啦,常常講的人要,我最討厭人家什麼,聽說傳聞,然後什麼XX人士,把名字列出來 你覺得什麼樣的合作方式最好?你覺得什麼樣的合作方式最好?如果要合作的話? 其實合作常常是不同的事務有不同的程度的合作,所以共融是一種精神,從共融,第一個融是容易的融,可以互相融,可以融整 然後再來才是共融,融合的融,這才是光榮的融,共融 所以他覺得這樣啦,很多事務在不同的事務有不同的合作程度,都可以談嘛 至少有人去世,有人說他是台灣的鬥士,那有人說陳菊也是台灣的鬥士,不過他好像不懂得反省,今天私業案他沒有到立院接受備詢,你怎麼看? 依法,依法他需要去嗎? 他是主管機關? 我不曉得,通常是這樣啦,我覺得很多東西都依法,依法他不需要,需要不需要備詢,ex or no 不然他就變大號的吳云林了,就這樣 那菊菊有反省嗎? 等一下,市長說大號是什麼意思啊?